chcia Indiana meu companhia iss� Santin 好,麻煩各位請就座,我們要繼續開會了 Και mod. 委員會報告 我們現在要進行的是討論事項第二案 继续并案审查 行政院行情审议 政治档案条例 草案等四案 委员会已经举行过一次的公听会 是在106年11月22 也针对政府提案 委员提案安排过两次 全体委员会议的寻答 分别是在2016年7月13 跟今年的4月8号 我们今天就来进行条文的实质处理 我先来介绍夜席的政府机关代表 首先介绍国家发展委员会 陈美龄主任委员 我们畅道明 各位在位置上不用站起来 档案管理局林秋彦局长 国使馆周晓文主任秘书 总统府第二局何全德局长 立法院法治局李淑娟副局长 司法院司法行政厅 林博宏法官 监察院秘书处黄坤成处长 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 廖尼尼专门委员 国家人权博物馆 陈俊宏馆长 法务部罗隆前参事 调查局国家安全维护处 民事委处长 调查局总务处 张仁达副处长 处转会 专任委员 叶红林委员 历史还原真相组 石浦组长 还原历史真相组 陈玉琪副研究员 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 张洪泽主任秘书 国家安全会议第三组 陈世玉组长 国家安全局秘书室周天杰副主任 国防部政务办公室文书档案处 柯绍华处长 外交部资讯及电务处 秦国南科长 内政部明政司检任视察 张戴琪 内政部警政署秘书室 简吉兆副主任 陆委会秘书室 王自立专门委员 财团法人228事件 纪念基金会 柳兆远副执行长 好我们现在进行 这个逐条讨论 请各位翻开条文对照表 我们就以行政院提案作为讨论的基准 然后名称政治档案条例 二十几个条文 三十四是不是 林昌卓委员的是三十四条 所以各位如果我们不分分张的话 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请说明 这样子对于我还是再次 这个表达我们国民党的立场 那因为那个苏院长那边政党协商 我们要去参加政党协商 这边又有协商 又有法案 这样子为了让这个本案 能够顺利进行 也希望我们院长苏院长主持的 超越协商能够 继续审查这个有关于酒驾的法案 我们要去做超越协商 所以本席在这边代表 中国国民党的意见 对于这个所有这个条文 我们全处保留 因为我们第一个 我们对于这个国家档案 对于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我们有意见 意见在哪里呢 因为这个范围 是针对国民党一个党 因为既然是政治档案 那我们中华民国到目前为止 从民国三十四年到现在 共有两个执政党 一个是叫中国国民党 一个叫做民主进步党 这两个政党 目前正是政党轮替之后 像民进党已经第二度政党轮替 来做执政党 所以政治档案应该要包含 执政党或者是所有的政党 所以这个政治档案 专门针对中国国民党来制定的 政治档案条例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表达权力的反对 所以对于每一条条文 我们都有意见 我们全数要求保留 第二个 这个针对性的 从来没有一个执政党 针对在野党 定立三个法案 包含东厂在内的 促转条例 连自己的 自己的主管人员 都可以把自己 内部开会的时候 视为自己就是东厂 主任委员都可以这么认为 所以我们认为像这个民进党 针对在野党这种追杀 而且用这种法案 一套 两套 三套 这个 这是追杀的法案的第三套 也就是根据东厂的促转条例 而来的 这个第三套 我们针对 民进党这种追杀在野党 这种 不讲 法治 法理情的 这一种追杀行为 国民党非常非常的 不以为然也非常的觉得 针对这种针对性的立法 我们非常遗憾 而且强烈表达 我们的反对跟抗议 我们也知道 民主政治是讲究的 就是举手嘛 最后是表决 我们了解 在未来的举手表决的时候 国民党距离劣势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 在各种阻挠之下 也没有办法举手 我们还是熟 只能说 台湾的民主在三年前 没有给国民党 过半的机会 让民进党完全执政之下 对于在党这种追杀 对于民主的不尊重 我们只能说 台湾在民进党执政之下 民主已死 连司法都死了 所以在这里 我们非常非常的强烈的抗议 所以在这里 我就退席抗议 而且要求主席 略入会议记录 全案保留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在最后 处理完的话 处理完的时候 一定会宣示 我会这个宣告 交付协商 那 宣伟员如果我们把名称 把它改成说 非针对中国国民党之 政治档案条例 或者是说 非针对特定政党之 政治档案条例 会不会比较好一点 好 我们名称照 行政院提案通过 这个 你比较晚到 主席 等一下 等一下 我一离开的时候 照行政院版本通过 我们每条都有意见 所以这没有通过啊 所以这每条条文 所以这每条条文 都不应该通过 因为我们 我们名称都有意见嘛 所以你现在 逐条保留吧 好不好 就把我们逐条保留 所以每次 你不能这样 我一走开 门到那边 到大门 就哎 这条通过 是不是 会这样主席 我以为我 我也相信你的人格 也相信 你应该主持的 公正业 所以我 我改叉开 宣伟员你不在现场 我们还是会进行讨论 对 我跟你说明 我最后还是会 都会交付协商 但是你每一条要 都变成保留嘛 因为我们有意见 所要保留嘛 不可能啊 是不是 就你要在现场 我们再来就 每一条 我们现在已经跟你 我现在就在现场 所以我 表达我们 竹条保留啊 怎么不可以呢 我现在就保留 你不能先在那边宣布说 我现在每一条都一件 我竹条保留 那我竹条保留 不行吗 好我们第一条 不行啊 你的主席请叫你 我不能竹条保留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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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嘛 所以 可以 那你叫竹条 我竹条保留 然后我们政治档案 条例名称 暂时先保留 第一张张明 我们就不予采纳 我们就不分张了 保留 第一条保留 第一张是第一张还是第一条 都都从头开始第一条 第一条第一张我就开始保留了 好第一张张明保留 第一条 请问各位对于行政院提案 有没有意见 有有意见 保留 我们先讨论好不好 你不能只 一下就保留 我们让大家发表意见嘛 好啊 好 主席 来请邮委员 第一条呢 就说政院的版本呢 他写的很简单 就只是为了办理政治档案的 征集整理保存 开放应用研究及教育 特定制定本法 那通常呢 就是我们制定一个 这个法律呢 应该要有 他的这个法的一个 立法的一个 最主要的 他的一个精神 所以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这个政治档案 为什么 我们已经有档案法 为什么他要制定 这样一个政治档案条例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为了 这个配合呢 所谓的转型正义 所以呢 为了配合转型正义的 这个精神呢 那对于这个政治档案的 一个开放的这个应用 那并且呢 就是推动关于这个 228事件 还有国家总动员 戒严跟动员 你看那时期的历史的研究 跟公民的这个转型正义的教育 那铭记呢 这个威权历史的应届 那促进社会的和解 所以才制定本法 所以我们会希望是说 是不是把这个精神能够写进去 否则的话 它会跟一般的那个档案 档案法 会没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们请问 来请丁上座委员 其实我也很赞成刚刚游委员讲了 就是把这个今天这个 定定这个条例的目的把它调列 那同时我其实也认为说 本来院版的内容 也就是说它执行面的 办理政治档案征集整理等等目的 我觉得这个都把它写进去 那比较不会 就是说一方面要讲到它的精神面 为什么它的意义 另外一方面要讲到它实际 我们是要做到哪些事 我觉得可以把它统整 所以我觉得我的版本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谢谢 好我们请问一下行政院的意见 报告委员会 因为促展条例第十八条里面 已经有明定要定这个政治档案的 相关的特别法律了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一个法律本来就是 档案法的一个特别法 那我们已经知道 它的一个立法的目的 所以在第一条的部分 其实不需要再去重复 把这一个转型正义条例里面 所规范的文字呢 在这边重复的去写 那不过如果委员会认为说 要这样更为明确的话 然后更能够彰显的话 我们也不坚持 以上 如果这样子看起来的话 就是 林昌卓委员的提案 是比较像是把 刘委员的提案跟行政院提案 两个做一个综合整理 对不对 好 所以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 我们原则上 是不是第一条就采纳 林昌卓委员等二十人提案 有意见 有意见 反对 好那请说明您的意见 民主长你告诉院长 我没办法来 因为我在这边在司法委员会 那我不在这边逐条 没办法反对 所以你跟院长说抱歉 没办法来协商 你反对的理由是什么 就是政治迫害 民进党对国民党政治迫害 我认为很多事情 我们公开来今天 所有的政党 所有的资料都可以公开 我也很想了解 陈水扁的这个机密档案 为什么不可以呢 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 应该是全国的 全国的 你要针对国民党 民进党 各个政党都可以 而不是针对性的 针对国民党 这样的话 这是要一个立一个 为国民党来立一个 特别一个政治档案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追杀 这就是政治破坏 所以当然要反对 在那个生活国民党的议员 我当然在这里反对 所以反对 反对再反对 我跟市委员请问一下 就是说 如果第一条的这个目的 就是在于 档案的征集 整理保存 开放应用 研究及教育 那为什么会牵涉到 对国民党的迫害呢 就是说 这些档案是不能公租于世 不能被整理 今天 对对对 主席你讲到这重点 你看在后面的条文里面 写得很清楚 自民国34年8月15日起 自民国81年1月6日 也就是他 然后在这个所谓 争起争塔所有机关里 这些所 你这些所讲的 所有一切 你为 既然是一个国家的档案 国家政治档案 应该从 好 从光复期 一直未来 一直到未来的延续 到 这话题有所在一天 而不是 而不是在这里 就是框列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 就在那种 所以在第二条 所以因为 你整个是个架构性 从 从这个法条的 这个名称 一直到每一条的条文里面 都相关联啊 这个 你这个 当然是有关联性啊 因为你 你这边所讲的 跟后面 所规定的时间 所以省委员 我们的机制 我跟你说明一下 是啊是啊 我们的机制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 如果你对其中一条 有意见 假设我们刚才在处理这个 叫做 接闭者 接闭者保护法 可能有一条 是有问 大家有意见 那一定在最后面 我们还有一个协商的机会 所以你对其中的一个条文 或者年代有意见 你就把整个法案 就把它保留了 那当然 不是不可以啦 但是实际上 就会造成说 大家不晓得 你的焦点是什么 我的焦点就是 这是个政治迫害法案 所以不应该通过 你的焦点是在于 你对它的年代有意见啦 对它的政党 这样听起来是年代有意见 一个年代还在它的针对性 太针对性了 如果那个终点会变成说 现在这个法案 所要做的事情 没有不正当 你其实并没有反对 你只是说 不可以是 只限于这个时期 他应该把这个时期 自己往前往后推 只要你可以往前往后推 那中国国民党就可以同意 是这样吗 或者是根本上就是反对 这些档案被征集 这些档案被保存 被公开 作为跟社会 让社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我不是很了解说到底 你们现在反对的重点是什么 我们现在反对 我们现在反对 从头到尾 开始第一个 促转条例 针对国民党而设的东厂 连你主任委员都可以说 这就是东厂 不是我们现在讨论了 政治档案条例 因为你就是根据促转条例来的 你这个内容里面 就根据促转条例来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这个用一个促转条例 这个转型战役条例 然后还有这个党产条例 第三个就是这个所谓档案法 再用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这三个条例配套的 那你这样完成一个 对一个政党的追杀 而这个在全世界的民主法律里面 很少这样子 真的是也只有民进党才敢这么胆大妄为 对一个政党用立法来追杀 这个事情是我认为不可以的 国民党或许过去有什么可以检讨 我们可以来坐下来谈 那国民党有些档案该公开 我们也同意 而不是立一个专法 来针对国民党所有东西 全部都可以征集可以处理 那你家的东西都可以处理吗 为什么曾经以为他们家不要公开呢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好几个海角七一 我们很有兴趣 为什么那个档案不可以公开呢 这也可以算是啊 它是政治事件啊 是不是政治事件还是 还是政党都允许他这样 民进党同意他这样子 等等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在你民进党用三条法律 配套措施 对国民党这样无情的追杀 对一个在党这样的无情追杀 用你们所谓的执政的优势 用这样子完全执政 然后完全的封杀 我们是不以为然 也不以为意 对 我们不以为然 而且认为七一以为不可 可以这样子啊 所以我反对啊 每条都逐条反对啊 你告诉我要逐条坐在这里反对 那我就坐在这里逐条反对 因为你整个框架的精神 框架的内容 通通都是错误的 所以我当然要从第一条反对到最后一条 沈委员我想今天会在这边审这个政治档案条例 不是为了哪一个政党 也不是为了什么样子的政治利益 也不是为了追杀哪一个政党 我想反而是要处理曾经被国民党追杀的那些人民 政治档案条例处理的这一个时间 为什么有它的时间性 就是因为它在处理那一个时代 它有一个完整的法治架构 不管是在戒严时代 白色恐怖时代 在那一个不自由不民主的时代之下 等那一些受害人曾经被刑被关被杀的 那一些人他们所需要被公开知道的真相 我们在处理这一个 如果说在解言之后 不管哪一个政党执政的时候 曾经有透过这样子的系统性的去迫害人民 不管你说哪一位担任总统的时候 我觉得国民党可以去做这样子的征集跟提案 来要求说它也要系统性的 把这一些受害者需要知道的真相 希望也能够一并公开 这个我乐见其成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在处理那一个时代 就跟后面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事 我举一个例子 陈志雄先生在1963年被国民党枪决了以后 他的女儿陈亚芳 他出生以后一辈子都以为 他是被他的爸爸遗弃 他跟他的家人在印尼 从来不知道他爸爸的下落 一直到2013年是50年以后 陈亚芳女士也已经老了 他突然开始收到了一些资料 包括爸爸的遗书 包括那个时候判决的过程 他开始来台湾找资料 他一辈子都以为是被他爸爸抛弃弃子 被遗落在外 他对爸爸含恨终生 我刚才讲他13年知道了真相以后 他来回来台湾找这些真相 过了四年他就过世了啦 还有多少这样的人正在等真相 我们现在回复这些真相 不是为了要追杀谁 是为了要让这些曾经不明不白的这些资料 能够让他的家人 我跟你讲还有很多像陈亚芳女士这样 他已经到晚年还对他的爸爸妈妈 抱持着恨 不知道他怎么样子失踪的 的这些人 你让他们至少在他们的晚年 也能够松一口气吧 我们针对是这些人 至于你刚才讲的其他的政权 其他的政党轮替之后 发生了哪些事情 有没有大量的受迫害的人民 需要知道哪一些真相 我都乐见其成 但是把它混在同一个条例里面 就会背不清楚 所以我希望 我们今天可以好好的来 回到这个条例的审 老实说啦 审委员如果你希望全部都保留 直接进到协商 这一个条例反而是进度更快 我有点不太知道你主张的意思是什么 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审了 我们赶快到下一个阶段吗 要不然你真的要党的话 不是逐条保留 你真的要党的话 你应该是要逐条抵挡啊 你现在保留就是进协商了 是赶快进到下一个 你现在是要加速这个条例的推动吗 谢谢 请审委员 我要问你 我们台湾是不是法治国家 这些在民进党执政之后 我们看到了 连监察委员的手 都可以伸进到地检署去了 都可以针对一个判刑的事情 不好意思主席 我本来不想讲到你 那不好意思 对或错 法院有公断 你监察委员可以去弹劾检察官 这个动作司法都可以进到 监察委员的手都伸到司法院 都可以送到法务部检察官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 民进党执政完全执政的时候 你转型正义 是否可以定义跟筛选政治档案的理由 作为挂钩 你可以透过司法 如果你认为这样子 我也赞成你 查明真相 你去透过司法的程序 程序难道不可以吗 你非要定一个特别法 让人家高度具有政治斗争性的法案 来做这样的一个 一个所谓还原真相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我还在这强调 政治档案期限指针对 政府机关 政党 附水组织及 党营的机构所保管 自民国34年8月15日 到81年11月6日 这个时间你所指的 一个是有期限 第二你只针对中国国民党 我们对过去 在台湾这个 过去在戒严时期 所造成对人民 不管有任何的伤害或什么 你有司法机关可以来处理 我们立法院也处理过 228的条例 我们有228的纪念公园 我们也编了600多亿 我们针对228事件的家属 有赔偿有道歉 历史是要什么 要弥贫历史的伤痕 而我们今天是看到 大家不断地拿它当成选举的提款机 为什么 而今天我要再问问大家的是 处长会现在没有主任委员 他是由正式色彩浓厚的 这个杨翠代理主委 我们主委应该送 立法院的人事 同意权没有送来 我们也知道张天青 自从东厂事件之后 处长会已经失去公信力 而我们这个条文 是针对处转条例来定的 我上次也问过 我们的主任委员 他也说 这个我不太清楚 这个就是跟随处转条例的 我根据处转条例来的 处转条例都已经失去公信力 我们在根据一个失去公信力的处转条例 一个东厂已经 连自己都认为自己是东厂的副主任委员 都已经认为自己是一个东厂的副主任委员 而且是内部会议 那更是真的 然后这样子 已经让我们已经不相信你 处转委员会 到目前为止 连主委都也辞掉了 也没有再提名 然后立法委员也没行使同意权 我们根据一个 像连主委都没有的处转委员会 来定定 那处转条例 定定我们这个法案 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要准备再配合明天 我们刚才去立法院演出一场捉人的大戏啊 我们在场有些委员 我不要点名 都有在现场坐在里面 立法院院会 门锁起来 里面居然有七个委员轮番坐在 我们主席台上 干什么 为了明天要护航我们 中选会主任委员李静勇 李静勇为什么要护航他 你明天不是举手表决就过了吗 为什么 李静勇是连我们司法委员会 我们主席还是哪个主席啊 不知道是你还是另外一个主席啊 连签名都没有签名 所以 你要我点名吗 你刚刚不是坐在上面吗 我在院长协商那 我也看到你啊 我也看到你在里面 我有照相为凭 我有照相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 你问我的啊 所以问我什么主席反对 我当然要反对啊 针对一个促转条例 你是根据促转条例来定的这个法案 促转条例连主任委员都没有 连主任委员都自认为是 副主任委员都自认为是东厂了 那既然一个 一个被全民所唾弃的东厂 根据他来定议这个法案 当然是从后到尾框架就不对 思想就不对 利益就不对了 我们同情那些人 那些人应该正确的 要从正常的司法程序来处理 台湾是个法治国家 现在已经是民进党执政了 不是国民党执政 你怎么不可以呢 民进党包山包海 包法院 包地检署都可以啊 所以真的啦 不要这样说我们啦 自己检讨一下自己 好 第一条暂时保留 现在看第二条 主管机关 应该是国发会 然后 各自负责的 包括国发会的 档案局 来办理这个保存跟开放应用 征集整理 然后研究出版跟展示 是由教育部 对不起 跟这个教育推广 是由文化部 跟会同相关机关 请问各位对于 第二条照行政体案通过 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 第三条 有意见 有一件我们就暂时保留 所以你认为主管机关是哪一个 如果机关机关是国发会的话 今天主席 你不该坐在主席台上 这个委员会主审是经济委员会主席 我们都是 我跟你讲 今天我也不是第一天当立委 我也不是第一次当立委 我已经当了第七届 你也不是第一天当立委 这个 国家发展委员会的立法院的主审是经济委员会 是不是 我已经不挑衅不挑战你这个主席现在的位置 对不对 应该联系审查嘛 起码是经济委员会主审 然后联系司法委员会 你不要挑拨离间 没有 我没有说 那不然你说的是谁的责 我不知道 反正我知道这个委员会 好 我刚才我们上次就已经讲过嘛 院会交付错了 我们应该送回院会嘛 你没有送回 你们一定要走下去嘛 是不是 本来就是院会交付错 你应该怪院长吧 不要怪我们江青山委员会 应该院长嘛 租院长无能嘛 交错委员会嘛 怪林志佳 秘书长给他错误的决策嘛 是不是 他还在怪到我们这边来 真是的 这启极官妙公 说不对 我还要说我们这边来 第二条 暂时保留 我们这暂时保留 最后都会再回头再看一次 第三条 第三条 除了对于行政院的提案 各个版本 各个提案如果有不一样 要特别说明的 可不可以现在提出来 包括邮委员跟林委员 提案都在现场 有没有要提出来做说明的 这个时间 那请邮委员 时间点事实上就配合 促转条例 所以这我们一件 倒是那个档案当事人 就是指政治档案中 遭逮捕调查 侦查起诉 通气审判执行之人 能不能加上那个 镇压还有私刑拘禁 因为事实上有些 他其实是 私刑拘禁根本就没有经过审判的 那有的是经过被镇压的 所以是不是在这里 把这两个加进去 请这个提案机关先研究一下 那个邻委员 你有没有要特别说明的 我想第一个 就是实现上面 我是 我跟院板都是 1991年11月6号 这是金马戒严的最后一天 所以建议用这个日期 比较完整 然后 关于这个政治档案的对象 那我也 我是有特别把那个非政府机关 也纳入适用的对象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是因为 其实现在有蛮多的政治档案 不知道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跑到私人的地方去 所以 就是说这些档案 我觉得 而且现在常常是研究单位 还要再花高价买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是 有点 奇怪 所以就是说 怎么样能够是给予 例如说合理的补偿 然后再把它这个可以再 征集回来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蛮 这个重要的 那当然说私人文书 可能比较是个人的东西 比较不会被征集 但是我觉得 可能就要去考量 例如说私人文书 它是日记 还是什么 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被复印 那还是保留在私人的那边 这个部分可能是比较细部的 那这几个部分比较是 是我 在关注的 谢谢 请问 国家会的意见 有委员认为要增加的那个 镇压跟私行拘禁的部分 可以请法务部表示一下意见 看我们原来的定义里面 是不是没有涵盖在里面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我们现在对于私人 所保有的这些档案 或者是资料的部分 是才捐赠跟购买的方式 来做一个 收购的方式来做一个处理 那基本上也不会产生困扰 跟委员报告一下 但是这个 您意思就是说 包括林委员所提的这个 这个增集的部分 如果把它范围 扩及这个自然人 就是私人或者 不 一般在讲增集的时候是 等于是我们对他增集 他要提供嘛 有一点强制的那个味道在 但是我们事实上对私人的财 这还是属于他的财产权部分 我们建议还是用原来的机制 去用收购或者是捐赠的方式 来做处理这样子 政治档案的定义啦 就是跟林委员请教一下 说政治档案的定义 有没有包括这些在私人手里面的 这些文书或者资料 就是如果说 我们在政治档案的定义 是指的政府机关或机构 或者政党或附水组织 党营机构 及非政府机关机构 就如果如您的定义的话 那可能在私人或者非机关手里面的 这些是不是就不算是政治档案 主席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因为我们的第三条的 第一款的那个政治档案的定义呢 我们是援引了促转条例的条文 直接引用过来的 那因此如果照这边去写的话 就是说是属于政府机构 政党附水组织所保管 所拥有的 那当然就不包含私人的 那个部分在里面 确实是如此 好 那请法务部 在楼山市 楼山市就是 您刚才知道邮委员的意见吗 是我知道 就是说把行政院版本 对于档案当事人 的这个部分 他是把范围扩大 加上被镇压 被私行拘禁 是 请问法务的意见 因为啊 这个镇压在我们相关的法令当中啊 没有镇压这样的一个词了 镇压基本上是一个事实上的描述啦 所以加入好或不加入好 这我想应该要请这个国华会的 因为是档案的主管机关啊 请他们在慎重研究 那请邮委员来说明一下 什么样的 太阳叫镇压啦 等一下我们请邮委员说明 那但是这个 私行拘禁的部分呢 私行拘禁啊 那么应该是比较明确啦 了解 镇压也明确 好 那邮委员您要不要说明一下 镇压是指的什么样的行为 这个部分能不能请教一下 就是处转会 就是你们现在在看 这些的政治档案里面 是不是有一些 就是当时被镇压的 这些的人 是不是你们能不能 举一些比较具体的 我可以直接讲 哦好 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 有委员指的意思 我在猜想可能是像 比方说228事件的时候 他很多的案件 没有经过起诉 审判逮捕调查 他可能就是一个 就是大规模的 武力的去对 不管是特定群体 或是非特定群体的 武装行为 那这个看起来在 法律上 他或许没有一个明确的 法律规范的解释 但其实就是说 从历史事实来看 我们目前的这个 这些定义 有可能无法完整的含纳 当时这些 迫害的样态 对 所以我推估 有委员的意思 应该是在指 那是228事件的时候 没有经过法制程序 去做处理的一些案件 镇压可能是不是针对 你的行动 我去制止你的行动 叫做镇压 或者是说 我去威吓 让你 心生畏惧 或者是说 因为假设它是一个集会 有可能利用武力 去驱散 这样叫做镇压 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动 会被 视为是镇压 有没有什么例子来记忧 这里呢 其实要指的 就像说 在228事件的时候 其实整个军队进来 很多人事实上是被扫射 或是就是推到海里去的 那这些人 他根本没有被逮捕 他也没有调查 也没有侵查 也没有起伤 如果这样的话 这个镇压的范围会非常的广 就要包括杀害 或者是 就是 就是如果像您说的 就是 它是一个 杀害的行为 那 这可能是最严重的 那 最轻微的是 是 譬如说 这有一群人在那个地方 他就把它 因为他不是逮捕嘛 逮捕就会有逮捕嘛 他把它 驱散 或者 有的被殴打 然后有的就是被杀死 有的就 就地就枪毙掉了 那有的被丢进海里 所以这些的 我不晓得要用什么样的字眼来形容 这个部分 请出场会协助研究看看 好不好 就是 尤委员的这个 意思 大概 我们都清楚 那个的确是一个 没有办法用 这个法律名词去形容 因为他不是一个 法律上的处分嘛 所以他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 状况能够涵盖 如果照有人这样子的说明 镇压这两个字又显然又好像过度简化了 他每一个人的想象就会不一样 可能要更为明确的 把它做一个描述 好 那这个部分我们请 行政院这边 尤其是出场会这边可以协助 做文字上的处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 要做补充的 可以来请有人 在我的版本里面呢 有特别把他 就是哪些不是 非本法所称的当事人 其实呢我们是要把这些的 加害者他不算是 当事人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特别把他标出来 那那个行政院的版本是没有 就只是标出受害者 那不晓得就是 行政院这边的看法是怎么样 好 请行政院说明 报告委员 目前我们的配套的这个条文是 就是我们定义当事人 是为了让第八条可以给予 更开放的档案应用的机制 那另外就是我们在13条有对于 包括检举人或是公务员等等的 我们对他的姓名 执声跟代称是要提供应用的 那目前我们的配套的做法是这样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只有定义 档案的当事人 没有去做排除 那排除是在13条在处理 好 了解 那我能不能跟两位委员请教 就是说 这里面档案当事人 因为你们都有列举嘛 你们的优委员的提案跟林委员的提案 都会有列举很多 曾经参与过 的机关或者是行为 的这些规范 那么相对于行政院的提案来说 行政院提案要简单的多 那这个部分你们觉得应该是要像列举 或者是可以照行政院提案 做该刮的处理 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您把它排除 排除是列举排除 那刚才这个行政院的说明 优委员您觉得 还需要这样子把它排除吗 也可以不用脑部坚持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那个优委员的定义里面 都只有说这个档案里面的 所有的资料的个人 都包含在里面 所以他才需要去排除 那行政院这个就已经是只有在受害人的部分 好 本来就不含家害人 所以不需要做特别的排除 好 所以我们的原则是不是应该这样 就是说 第三条是照行政院的提案 但是在档案当事人呢 参着邮委员的意见 我们在文字上再来处理 就是看他能不能更为完备 大概原则是这样 但是我们先保留 再表示一件 本条我们国民党能表示保留意见 好 这个国民党党能再保留一次 我们双重保留 这里再补充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说 这个政治档案呢 上面所指的时期是 民国34年8月15号 到81年11月6号 那这里面呢 所有的这些的政党 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国民党 这里面呢 其实包括的 有中国青年党 中国民社党 民主进步党 还有民主行动党 所以呢 你们这个中国国民党 不用一直就是自己对号入座 然后在那里把别的党都排除掉 其实都包括在里面 民进党在1986年就已经建党了 那这里是到1992年 好我们请看第四条 有委员的第四条 有委员跟林俊宪委员 还有林长卓委员 提案的第四条 行政院能不能说明一下 就是说 这条就是那个法律的适用的原则 当法律有进和的时候 应该如何处理 那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有定义很清楚 而且这个是一个法律适用的原则 所以我们是觉得 不需要特别在这边 再做明文的规定 反而会致失一分 好 请问各位委员 各位提案委员的意见 那请邮委员 这个法律规定其实也是政治党案法 它的一个特色 就是说 对于政治党案的开放应用争取 跟官方研究 那当然就是要适用这个本法 那本法没有规定的 才会去适用到一般的党案法 还有个人资料保护 跟政府资讯公开法 那政治党案的开放应用呢 第一个就是要兼顾 党案当事人的隐私权 因为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很多的 一些的当时的一些的当事人 或是他的家属 他们呢 因为在那样的一个年代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 比如说护咬 或是说 在一种不 这个非他自己的自由意愿之下 那他可能会去检举别人 或是说有一些的不实的东西 那这些如果说 全部就这样开放 其实上 对当事人的隐私 其实是有侵害的 那所以要注意到 他当事人的隐私权 还有呢 资讯的自由跟转型正义研究 跟教育的这些的法益 那档案当事人公务机关 非公务机关对于所获得的 政治档案资讯的这些的应用 不可以违反其他法律的 这些的规定 所以呢 这些的 就是我们是希望是说 把它比较明确的规划 因为事实上 政治档案的公开 跟一般的档案的公开 其实不太一样 所以其实会希望是说 它是比较慎重 这样 好 所以如果照这样定 应该也没有不好吧 这个我是要请问主委 柳稳委员是希望慎重 所以你们是觉得没有必要 因为所谓慎重的理由是 你要去每一个个案里面 你如何去保护它 那现在的所有这些法律 在适用上面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定的解释的原则 反而你在这边去写到了 变成一部法跟一部法 哪一个优先或者什么 那会整个全部法 你当你在做这个法律的比较的时候 其实会 我觉得会增加我们执行上的困扰 好 那柳稳委员你还是有坚持吗 好 这条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是 一层的保留还是双层的保留 这会不一样 强度会有不同 好 这个是我们现在先进行 第一层的保留 那等一下 你怎么这么有趣 我来第一次听到 第一层跟第二层保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现在有委员说希望保留嘛 那我们刚才的第三条经验就是你又会提出说 还要再保留一次 所以我们就会有双重保留 双重保留的强度跟一层保留的强度 这个我们不太了解在法律上面的效果啦 但是我们在这边为了慎重我们会再特别的说明 好 好 第四条保留 目前是只有 好 我们 一层的保留 好 那现在进入双重保留 好 现在请看23页 明昌长佐委员提案的第五条 好 这个部分哦 讲注补助或奖励本条例相关学术研究 这个本来都是在如果照这个第三 前面如果照第二条的话 对 如果照前面当事人的定义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啦 不是 第五条是要奖励 这个那个本来是在 可能是文化部嘛 那这个需要特别在规定吗 因为这个本来是文化部的工作 对 这个这个是 第一个是不需要规定哦 这个是补助奖助的部分是 他们的业务里面就已经当然有 当然文化部可以再做补充 那另外一个就是 呃 林委员刚刚的第一条的部分 如果用委员的文字的话 漏了那个教育跟研究 研究跟教育漏掉 那如果呃 要把它补足 那个是 那边倒是应该要补上去的 主席 如果要补上去 其实就是回到第二条 你的你的立法说明就已经很清楚了 那第五条的话 如果讨论林委员的版本 那回到第二条的立法说明 其实你就写得很清楚 研究局教育涉及文化所属 国家人权的一个 博物馆的一个资产 那就是主管机关的问题 对 主管机关的问题 对 所以说 从林委员这边的第五条 是不是因为第二条都保留了 那你的第五条是不是还要继续做处理 这个跟他保留倒不相关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宣誓性的条文 对不对 就是国家应要做这些事情 那国家如果不做的话 或者是说他不是每年做 那这样的话能够怎么样 看起来好像也不能怎么样 所以这个是要求国家要做 可是呢 如果我们再看前面的第二条 本来国家就应该要做 包括出版啊 包括教育推广啊 他本来就应该要做 所以这个部分是不是 这个林委员这个还要 还要在定这个第五条吗 其实我这个第 我本来的这个第五条啊 重点倒不是说是前面的这个 因为我觉得那在第二条 就已经有写到类似的啦 那只是因为在我的第三条 里面有去定义当事人 那原则上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院版的话 其实我这一条就 不特别的坚持 就不坚持 因为我定义当事人的时候 我担心的就是说 有一些人他根本就是加害人 档案也在他那边 然后他拿他的档案出来 然后又领补助 这不是很奇怪的事吗 所以在定义当事人的部分 如果回归院版的话 就没有我这个第五条 我第五条问题就不太存在了 好 那我们第五条就 林昌卓委员提案的第五条 就不予采纳 好 各位请看 有委员提案的第五条 邻居县提案第五条 跟林昌卓委员提案第六条 我的部分可以到时候 行政院版的十四条 可以一起讨论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这里一个就是 就是刚刚所讲的那个当事人 因为我们原来把 就是加害人的部分 因为也放在当事人里面 所以要把他排除 所以在这里呢 就是也要把他一起排除掉 那所以在这里这个部分 就是到后面十四条 有在讲说 当有争议的时候 要设立那个委员会 那那个委员会的成员的部分 可能到时候 我们这个可以一起来讨论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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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好 有人的意思是说在 这个条文是有一些 排除特定人参加的 的业务或者是职务 因为我就是我们的第三条 的第二项其实就在讲那些加害人 所以这些人他不可以去当咨询委员 或是他也不可以去当政治档案的 保管单位的人员 或是他去当这个228 事件基金会的成员 所以在这里等于是说 因为这个对于当事人的那个定义不一样 说没有把他就是那个弹数 就是对于加害人这部分把它排除 那因为现在采用的是行政院的版本 就当事人其实是指受害人这一块 所以就不会有发生我们现在所讲的 那因为第十四条在讲那个咨询委员的这个部分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 到时候就是我们也希望 不要有这些的加害人 然后他假借另外一个民意 一翻身一必要变成是 对于有争议在处理的时候 那个特别委员会里面的成员这样 有委员的提案有 咨询委员会 领具县委员的提案是 政治档案资料保护委员会 明昌作委员的提案也是咨询委员会 行政院的版本有没有类似的这个设置 那个跟委员报告 那个就是如果是在应用的时候 是有争议的话 我们是有成立专家委员会来做审查的 没有一个聘任的委员会 是个案邀集吗 还是有一个固定的这个 应该是这样 这个会是实际的需要 到时候会有一个任务编组 其实是不需要立在这个法里面嘛 因为我们这个是作用法 这样子 所以没有特别提这个组织的部分 而且那个组织也不需要立法 他只要用行政规则就可以 但是游委员您的版本里面 有这个咨询委员会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要不要先来谈一下 需不需要设这个咨询委员会 如果照 就是说在这个 在这个档案法里面 政治档案法条例里面 需不需要去明定 需要有一个咨询委员会 那游委员的版本是有的 其他两个委员提案也有 那游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 您特别订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作用 因为我的是在第六条 就等于下面的一条第六条 那设立这个咨询委员会呢 它其实就是在制定政治档案 开放应用及这个公开使用的标准 因为政治档案 它还是比较属于比较敏感的 这些的政治的这些的档案嘛 所以它到底要怎么样开放 因为其实刚刚我所讲的就是说 它要注意到隐私 以及的资讯的自由跟公开 那中间到底要怎么样去平衡 所以它可能就必须要去制定 这些的公开使用的一个标准 或是说 这个政治档案 它的 或是说有一些的东西 到底要不要开放的 这些的个案的决定 所以这个部分呢 我们会在第六条呢 就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这样子 所以我在第六条呢 咨询委员会的这个组成 其实也都有明定 就是说 咨询委员设有九名的这个研究 慰健统治转型正义的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 还有档案管理学的专家学者 还有受难者家属来代表组成 那受难者家属的代表制多三人 那委员会的成员 有行政院 国家发展委员会档案管理局 报请行政院合备以后拼任 那解拼的时候一同 那任期四年的联任一次 所以它比较是一个 就是说 它仍然是任务编组 但是它其实是有点 比较制度性的 它有任期制的 那另外呢 就是政治档案的咨询委员的那个成员呢 从任命时期 那对于因为职文获制的 会公开资讯有保密的义务 那该保密的义务呢 不会因为成员的任期结束而解消 那另外就是政治档案 等这个咨询委员的设计要点 由行政院国发会呢 然后档案管理局来定 所以等于是一个完整的 就是我们设立一个咨询委员会 那这个咨询委员会 就是对于这些的 档案到底要怎么样开放 它的一个标准 那以及呢 就是对于这些个案 有争议的部分 它来处理 那他们的一个设置的这个要点 都在第六条规定 那行政院的版本其实没有 它等于是说 在第十四条的部分 它其实就是比较一个 含糊笼统的 就是说它有个案 有争议的时候 那临时找一些专家学者来决定 那因为事实上这个部分 政治档案 它其实牵涉到的 就是整个一个转型 正义里面非常重要的 而且里面加害人被害人 有时候是互相互为互换的 因为他的角色 他可能今天是一个被害者 但是他也有可能 在某些情况之下 他又转为 被告转为这个所谓的证人 或是那个检举人 所以在这里的就是被害加害之间 其实是互相错综互杂的 那在这些的个案里面 到底哪些东西要开放 哪些东西不要开放 或是哪些东西应该延去 那这个部分 其实如果是能够有一群 有一群的这些的专家学者 他对这个转型正义非常熟人的 那他们对这些个案的判断 就比较可以精准一点 而不是说随便找一些的专家学者来 然后临时的就个案去处理 那可能就会比较 担心会比较失准 我跟这个主委跟党案局请教 就是说 政治档案的这个判断 这个判读 它可能会有牵涉到比较 专业的能力 当然你们说如果有争议的话 那是谁决定有争议 他到底有没有什么争议 他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他有可能会是 对于这个 尤其是你们开始征集 他可能这个数量蛮多的 那你们是由你们档案局的工作人员自己看呢 或是另外要找人来看 到底他有什么价值 他应该要做怎么样的一个 运用保管 或者他应该要再去做 教育的功能 类似这样 那到底是谁来做决定 我觉得 委员的提案里面 所定的这个委员会 似乎是一个 可以考量的方向 那因为你们说 如果有争议的话 我再找人来帮忙看 所以那到底是 当你没有公开 你怎么会知道有争议 那个争议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那个是在 这个资料来了 就要找人去判读 的这个过程 就应该是 有专家在协助嘛 应该是这样子吧 跟委员说明 目前在 档案法里面有规定 我们档案管理局要设定一个 国家档案的管理委员会 所以目前是有一个 这个委员会的机制 那我们也有设置要点 在运行当中 你们委员会的成员 我也都知道 但是这个跟政治档案的 这个属性 毕竟是不一样 对不对 那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的 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 有规定 作用法里面 不订定所谓的组织的概念 所以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没有特别去明定 说要在条例里面 去设定一个委员会 好我们用有争议事项 并入现有的机制 说是另外成立小组 或订定要点的方式 来处理这个争议事项 那第三个回应 刚刚主席所提到的 目前在争议事项的判断上 我们大概是两个来源都有 一个就是 我们在接到个案申请的时候 认为有争议事项的时候 可以启动 相关的征询的机制 或者是 有这个民众申请者 对于某类型的这个档案 应用上 有一些这个疑虑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来启动 包括处展会 因为成立之后 其实判读了非常多 档案的内容 那如果处展会 有一些争议事项 或疑虑的事项 我们也可以相互来做 讨论跟协调 以上 所以您的意思是这样子 就是说 如果要成立咨询委员会的话 那么应该在条文里面 定说 要成立咨询委员会 但是这个咨询委员的组成 就不应该在条文里面 像有委员的提案 这样子把它订定那么清楚 就是另外 不好意思 另外用这个 这个这个行政命令去定嘛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子吧 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不是 因为 要设一个委员会 它就是一个任务编组 我们现在的法制体力上 是不需要在 这个我们的作用法里面 去设 去定这个设置的依据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咨询委员会 它的咨询的功能到底是什么 如果它已经变成是一个 审议的事项 要变成作为行政处理 处分的基础的时候 那这个又会牵涉到 其他的法制上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现在这里面 就到档案局 在管理这个政治档案的时候 就是应用跟 主要就是它的应用的范畴 如果人民来申请提供 要给它公开 要提供这个资讯的时候 我们在做这个行政处分的判断 要给跟不给的时候 我们会有这个执行上面 文官体系认为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本来就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上 那个叫 你们叫管理 管理委员会 可以依照实际的需要 来请专家学者来帮忙做这个决定 最后处分还是由 档案局来做成这个处分的 另外一个还是要强调的 现在的政治档案的定义 其实就是从处长会 处长条例来的 所以这个政治档案的概念 跟将来的一个运用部分 我们会尊重处长会的一个意见 由他们来做一个审定以后 然后作为我们后面的执行的一个依据 所以我是比较偏向 是不需要定这样子的一个条文 因为这个法制体力上是会变成混淆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还要由这一个咨询委员会来定 这个公开使用的标准 那这样好像是在授权 要另定一个法规命令的意思 那是不是要这样 还是说我们这个其实应该在 法律的层次上面 什么情况之下可以利用 已经可以很清楚的去规范了 不需要再授权定一个 这一个法规命令 这个我觉得是必须要厘清的 好 我们第五条先保留好了 好不好 第五条保留 就是那个游美林委员 第五条 第五条 第六条 游委员提案的第五条 还有另外两位委员提案的 对应的第五条 对应的调次了 调文了 还有游委员提案的第六条 跟其他两个提案 对应的调文 都保留 请各位看行政院提案第四条 对不起还有一个张明 第二张张明 我们不予采纳 请看第四条 行政院提案第四条 这个能不能请行政院代表说明 党案局还是国发会 这个条文我们主要是在规范 政府机关购 就是在条例施行之后 六个月内是要完成档案的清查 然后如果有需要再延长 指的是清查跟送 目录到档案局来这边 但是因为每个机关 它的政治档案的数量 跟以及解降密的情形的复杂程度不同 因此第二项我们有明定 就是如果说在审定过程当中 我们可以邀请学者专业来参与 然后第三项有特别讲说 因为它的内涵可能不一样 所以他们的移转期限 是由双方协商的指定期限 再来进行移转 那如果机关没有移转之前 是要依照这个条例的规定 来进行保管跟提供应用 但是如果是属于 国家经济保护法的12条 所规定的这个永久保密的部分 我们是暂时不移转 但是目录我们会做掌控 好 第四条 照行政局提案通过 有意见 请邮委员 这个部分呢 我不太知道说 六个月时间够吗 因为事实上 现在有很多的档案 都还没有清查 或是一过来 或是他们有很多 又把它加密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六个月 然后再延长六个月 只有一年的时间 能够把所有的这些的 政治档案都移过来吗 我们原本的想法是要加速的征集 但是如果说委员对于时间上 认为太过急迫 对于时间我们没有意见 因为像林长洲委员的时间是 一加一年加一年 所以对于期限的部分 原本行政院版的意思是 希望竞速加速这个机关清查 因为在原本的六加六的这个期限里面 是指的是只有清查跟建目录 没有包含后面条文里面 规范的相关的作业事项 那相关作业事项会在指定的 移转期限里面去处理 所以目前行政院版本的设计 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移转期限不是六加六的概念 是清查的期限是六加六的概念 好以上 但是期限如果说委员有疑虑 我们没有意见 好 有人有 所以我会希望是说 是不是就是一年加一年 这样子可能时间会比较充裕点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什么时候 是把它变成是国家档案的始点 那在这里在行政院的版本呢 是说政府机关管有档案 经档案局审定 属于政治档案者 应以指定其限内移转为国家档案 那未移转且应以本条例的规定 妥善保管应用 所以在这里的意思是说 是审定的时候变成是国家档案 还是说 它是移转过来之后 才会变成是国家档案 那个始点到底是在哪一个始点 请局长说明 因为在档案法里面 它的规定是说 具有永组保存价值 移归给档案中央主管 机关在台称之为国家档案 我们是曾去 承接这样的一个精神意志 所以在这边的规范是 我今天审定了之后 它其实是准国家档案 所以要求 政府机关必须依照 本条例的规定 好好妥善的保管 跟提供应用 那但是移转出来之后 等于是档案管理局 接管了之后 依照档案法的定义 我们才称之为国家档案 所以我们的概念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设计 以上 那如果这样的话 就是说 它没有移转出来 它就变成不是国家档案 虽然你们审定说 它属于政治 你是属于政治档案 但是不是国家档案 必须要它移转过来 才会变成是国家档案 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的 像说包括调查局 或是国安局 碳白一些很多的档案 就是又再把它加密 那他们如果也说 因为这有请说 如果依照国家保护 国家机密法的规定核对 永久保密的 就占不移转 所以它不移转 就不会变成国家档案 就永远都会在机关那里了 那我觉得这个 对于我们在整个一个 就是所谓的转型争议 对于事实历史真相的查明 我觉得是有所阻碍的 跟委员说明 就是我们刚刚第一项的设计 就是它要把目录 送到档案管理局来进行审定 一旦审定了之后 它是属于政治档案的 这个目录我们已经掌握了 所以机关系统是准国家档案 那我们主要是因为 这个是我们界定为 档案法的特别法 所以必须要符合 档案法的这个相关的规定 因此我们的逻辑 是让它一直是一致的 那因为我们的目录已经掌握 所以机关原则上 在整个的整理期间 在移转之前的相关的 这个作业期间 它必须符合 我们的相关内容 因为它移转的时候 我们会一一去对应 原本审定的范围 有没有做任何的征删 我们会来做处理 是 好 有人还有意见吗 就是您的意见就是说 希望把清查的期间 要从本条例施行日期一年内 完成政治档案之清查 必要时预延长一次 必须延长一次 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一年 大致上是这样一加一 有意见 保留 好 您是觉得太长吗 不是 整个立法体力都不对了 所以当然是要反对 每一个它的架构都反对 像刚才提说 还在成立一个委员会 太上委员会了 所以 这整个想思考逻辑都不对了 没有 这个行政院版本没有要成立委员会 所以你是在 不是别人 我讲别人 所以我刚刚就没发言 就是因为行政院版本没有写 所以你是赞成行政院版本 也没有 我都都 反正你整个恰恰我都反对 所以不管有没有委员会都反对 好 第四条 行政院提案第四条 暂时保留 请各位看 林昌卓委员提案的第十条 这个就是说 可以把 这个就是在征集 档案的时候 可以保存在 原来的研究机关 或者是公社财团法人 是这样吗 就是有点像委托代管的意思 那我们在档案法的施行法里面 已经有类似的规定了 所以我们认为 所以不需要重复规定 好 林昌卓委员等的提案的第十条 不如采纳 请看行政院提案第五条 所以换句话说 事实上依照你们的 这个施行法 它是可以委托代管的 所以像说 228基金会 换以228的这些的档案 是可以存放在它那里 是这样吗 目前因为在 档案法的规范 是档案是以 统一规划集中管理为原则 所以说国家档案 原则上档案管理局 这边是要做集中的管理 跟提供应用 那确实是有一些研究机构 手上在档案法没有实行之间 它可能有相关的档案 那依照我们目前规划的精神 就是相关的档案 它是属于 适用在这个 条例的规范的范围 因为它是属于 研究机构 也属于政府机关 构的定义的范围 所以它的范围的增集 是涵盖它的 但是如果说 放在它的原机构 会比移出来更好 更方便的时候 我们可以个案的协商 用委托代管的机制 去委托原机关 继续依照这个条例的精神 去提供管理跟应用 所以那这个规定在我们现在的实行细则 已经有了 所以可以不用重复规定 以上 第十条 与应商中委员等提案 第十条布与采纳 请看行政的提案第五条 这个跟林委员提案的第九条 文字应该是一样的 这个能不能请答案局说明一下 好 第五条是针对这个政府机关 因为我们刚刚前面的条文有规定 就是如果一旦审定为这个政治档案 它要依照指定的期限来进行移转 那第五条规范案就说 它在移转为国家档案之前 我们要求政府机关来办理相关的事项 否则所有的事情集中了之后 可能它的开放的速度会变慢 所以我们要求机关在移转之前 应该进行必要的整理 所以这里面规范的第一项的各款 包括要求各机关要做立案的这个处理 以及案件案件两层级 它都要完成编幕 另外就是它移转之前 必须针对机密档案做即将密的检讨 然后呢 我们也要求就是 在档案要符合我们相关的这个整理 装订以及如果是储存在电子媒体等等 它必须要做可读性的查验 确保这些档案移出来之后是可以使用的 另外就是我们也 这边有规范 机关在移转之前 针对政治档案要先办 电子储存数位化 而且要依照我们规定的格式 跟命名的原则来处理 主要也是希望能够加速开放应用 另外第五款是规定就是 我们虽然档案有案件案件两个成绩 那么为了加速开放 我们参考国外的这个 对于政治类的这个档案开放应用的机制 我们特别要求要用案件成绩去序名 它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开放类型 如果是属于部分开放或是不开放的话 必须要有法规依据 不包含行政规则 必须要有法规的依据 并且要序名开放的要件跟年限来移转 那这些电子档案如果完成了之后呢 在移转的时候 必须要并同档案的这个原件实体 来移转到档案局 那这些资料我们就会加速 它对民众的提供应用 以上 好 请问各位同仁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第五条就照行政的提案通过 有意见 请保留 第五条先暂时保留 第六条 第六条有修正弄议吗 第六条修正弄议请宣读 第六条修正弄议 对照行政院提案 增定第三项与第四项 政党赋水组织及党营机构 持有之政治档案 其审定及移规为国家档案相关事宜 于促转会议法解散后 由档案局承受其业务 关于审定事宜 由档案局邀及相关机关构 团体代表 学者专家 及社会公正人士 进行审定 如今审定为国家档案者 应于指定期限内 移规档案局管理 并由档案局 及持有档案之政党 赋水组织及党营机构 以审定清策作成记录 政党负罪组织或党营机构 拒绝将审定之政治档案 已归为国家档案者 处心台币一百万元以上 五百万元以下发还 并得案次连续处罚 说明部分 增列说明三次 想书面 提案人 委员游美女等 好 请问各位同仁没意见 有一件 等一下啦 有一件最后啦 我先让大家表达一下 来 请邮委员 我再说明一下 因为就说处转会 其实它是只有两年的期限 所以呢当处转会 它解散了之后 但是事实上这些的档案的征集 不见得会在这两年内 就全部都征询完 所以呢如果说好 这个处转会它解散了之后 那到底要谁来认定 这些的档案是不是属于国家档案 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特别规定 就是说是不是就是由档案局 这边邀请专家学者一起来 来这个 就是来认定 那当然上一次呢 就是档案局有讲说 因为国家档案局呢 是属于三级机关 然后促转会是二级机关 那我们今天已经主管机关 变成国花会了 所以是不是有国花会 它能是二级机关 它一样是可以来认定 因为事实上档案的征集 不可能就是说在两年内所有的这些的档案 都全部回来 那另外呢就是说 我们也担心说有些的档案呢 事实上就尤其关于政党 户水组织或是党营机构的这些的政治档案 那他们应该要移交过来 但是不肯移交过来 那用各种方式阻挡的话 那应该有一些的处罚的规定 否则的话他们是根本不会交过来的 好第六条跟这个修正动议 我们一并先保留 但是我先问一下 这个行政院的意见 这个委员提的修正动议 有没有意见 我们希望简化啦 就是是不是能够把它改成 其审定事项 由行政院指定的机关办理就好了 就让行政院的层次来做这个指定的工作这样 那因为现在的条文是说 要由档案局来邀寄相关机关购啦 等等这样子 我们是觉得比较复杂 就是不是把那个主体列下来就好了 那至于第四 那个处罚的部分是没有意见 没关系你们 因为我们先保留 你们在跟提案委员在商量好不好 好 好 请各位翻过来看 林常佐委员的提案第十二条 林委员您这个 第十二条 第十三条 第十四条 要不要并同说明一下 其实第十二条跟第十三条 这个都是跟之前我在提那私人文书的部分 是联动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先讲十二十三啦 所以如果我们前面就是尊重 就尊照院版的这个内容的话 我想十二跟十三就不用 我这边就不用这个继续讨论啦 就不坚持 那第十四条我觉得比较重要 就是说 到底什么是政治档案 其实我们到目前有的时候都还是会有遗漏 那而且档案局每一次重新访试都还会再找出一大批的政治档案在分散在不一样的部会里面 所以为了避免不小心被销毁 我是觉得我们第十四条的重点是1945年到1992年这段期间的机关档案 我觉得可能都要让档案局先确认可不可以 这个就是可不可以先暂时暂停销毁 那未经档案许可 举许可之前先暂停销毁 大家这个概念 谢谢 林昌作委员提案第十二条不予采纳 第十三条不予采纳 第十四条对档案保全的这个部分 请问档案局的意见 跟委员说明 因为目前在档案法跟相关的执法里面 已经有一个叫做机关档案的保存年限及销毁办法 里面的规定就是机关他要做档案销毁之前 他必须内部要经过鉴定的程序 然后同时要形成销毁的计划跟目标 要送到档案局核定了之后 他才能够销毁 那档案局在核定的过程当中 以我们这几年运作的结果 我们常常会有我们找到的东西是 要就国家档案移转为国家档案 或者要求机关做永久保存 然后另外没有问题的部分 我们就会同意他依照他的保存年限的基准 去进行实体的销毁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现在的机制已经有了 另外还有一个针对我们现在所定义的 真正档案的范围 我们已经要求机关 而且我们在所有的审查事项里面 都列为永久保存 同时目前因为档案法上面 本来就可以有征集权 我们目前也通知中央四级以上机关 跟地方二级以上的机关 对于民国81年以前的档案 要运用这几年档案馆建制的期间 报计划来档案局来排定他们的 审定跟移转的期程 所以整个的措施里面 其实已经有完整的配套机制 所以我们建议这个条文是可以 不用再订定 谢谢 不好意思那我就回应一下 我想我就不坚持 但是可不可以就把那个现在内部的 这个程序的办法 只本也给我一份 好请档案局提供资料给委员 您常佐委员提案第14条 不如采纳 请看行政院提案第7条 请问一下 这个是一个我们上次质询的时候 关心的问题 就是这个保密的这个年限的问题 那现在这个到底上一次的 我们问了半天 到现在是解决了没有 或者是林委员 有另外林昌作委员 有提到这个调查局的这个部分 这个档案局这边有做了解吗 调查局的那个部分是 档案是保存在你们这边 对不对 就是林委员上次问的 是保存在档案局 针对第六批 第六度的这个政治档案的 征集访查 那调查局的档案 其实有应该是三万多案 那一个量很多 所以是分次移转 那目前已经移了11次 所以有1万多案 是已经进到档案局了 那其他的部分 我们目前约定的时间 是希望在今年年底以前 能够把它移转完毕 所以有部分的档案 目前还在调查局那边 是这个 它这个保密的年限 是调查局定的 是调查局核定的 是 但是保管是要 转到你们这边来保管 是 因为依照现在 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规定 以及行政院的这个 文书处理手册的规范 那个档案 机密档案的核定 跟解降那个权责 都在原核定机关 所以档案管理局 它是没有权利去做 任何这个 解除机密这样的机制 但是 我们会一进来之后 我们会定期的要求机关 来进行 解降密的检讨 一转前线 进行一次 解降密检讨 一进档案局之后 我们还会定期要求机关 再次的做 这个 解降密的检讨 好 请您问你 这个其实就是我这个第十六条 这在我的版本的第十六条 就一起拿进来讨论了 那 其实这就是我认为很有问题的地方 因为其实按照本来这个国家机密保护法里面的第十一条 本来就 这个原本核定的起算 日本就不得欲三十年 那 他的概念就是说 你要买你就定永久保密 他有任何原因 你就让他定永久保密 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机会 那 如果是其他的密等的话 不能超过三十年 那如果说 调查局或其他这些机关 他可以进行决定说 反正我就三十年再加三十年 这样子一直下去 他等于就是永久保密啊 那他为什么不去 大家可以来讨论嘛 还是说他有任何的原因 那 按照国家机密 这个保护法的 的里面的规定 其实如果真的有关于这些 我们部件的这些人员的一些问题 他也有 也只能做最小幅度的遮蔽 就好了 而不是说我直接就再延长他三十年 那这个我觉得 应该是 尤其他过了这个保密的时间以后 是不是要再 继续 有任何必须要维持机密的这个理由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能 每次都是说问他的原定的机关 因为我看到很多 他如果已经移转到档案局了的话 我觉得应该有档案局来去审视就好了 要不然 这个 你移到档案局的概念是什么 你知道我意思吗 那干脆放在本来那边就好了 其实这一些机关他一定都怕事啦 他看来看去他干脆就一直定机密 就不会出事嘛 对不对 那就完全违背我们现在希望真相公开的这个原则了嘛 谢谢 那我再问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有两个问题要请教 就是 包括 林委员所关心的 这个保存年限可以30年30年 他可以延长几次两次 没有 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可以14到300年 那永久保存 除非他 有核定权的人 他可以重新再来核定 否则他也是永久保存吗 保密法其实最长是30年 对 跟主席报告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执行上的误差 也就是说 现在的这个保密年限 除非你把它核定的时候 他就是永久 否则他就是30年 所以到了30年 就应该视同解密 理论上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因为我们这一个原来的第二项 本来要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我们有一个除外的规定 可能要做再修正 也就不管怎么样 只要超过30年的 你一过来的时候 就是视为解密了 应该是这样 请林委员 但是有很多的公务机关 就像现在调查局他们的做法 他在给你之前 他就再核定 而且他是用一般公务机密 他就再核定30年 所以我们刚才讲说 国家机密保护法 他应该是不能保密30年 超过30年嘛 对不对 我跟另外一个说明 就是说 如果按照国家机密保护法 法务可以做确认 就是30年 而现在机关用再核定 他是用那个文书管理手册 去再核定 这是不对 文书管理手册的 那个是很低的 根本就预约了那个母法的规定 所以不应该让他可以再做这样的行为 所以我是认为这是执行的问题 那我请问一下 文书管理手册 是行政院的这个作业规则嘛 那你们这个文书管理手册 他的这个密等啊 密啊 密啊 密机密 集机密嘛 绝对机密 那个密啊 他没有连线是不是 在文书管理手册里面是没有写的 好 那所以在公文 我们在一般签办公文的时候 通常一般都会说 这个案子在处理的过程中 它是保密的 但是一旦它对外的时候 就自动解密 理论上是这样做的啦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 依照这一个文书管理手册 还可以再 公务员可以直接再去核定 它的所谓机密 其实说真的 那个也只是文书机密 它不是国家机密的这个规范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是行政院要去处理的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通盘去做处理 对 我们目前第七条的这个修正的内容啊 其实是跟林昌佐林委员的 第十五十六条的意志是一样的 也是因为想要解决就是 目前文书处理手册上面 它其实只是一个行政规则的位阶 但是因为它没有年限的限制 因此呢 行政机关院在内容上有 就是有疑虑的时候 它通常就是会去引用文书处理手册 来延长它的保密期限 那所以我们在第七条的第二项 想要解决就是这个问题 如果 上面的条件成就的时候 我们原则上让它自动解决进去 如果它超过了三十年 还练密的 除非是在法律上 或是法规 法律所授权这个法规层次上 有依据 才可以延长 否则 我们就是视同它解除机密 但我们的精神是跟 这个林伟的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您这样讲 林伟对不起 我先讲一下我的感觉 就是说 国家会觉得 或者档案局觉得 行政文书处理手册 这个定的有疏漏 而且公务员引用 这个来 来做跟这个 国家经济保护法来做进合 这样子 位阶也不对等 那这个是行政院要去处理的 那 行政院要处理 其实去修 我说处理手册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等到修法呢 你们这三天就完成的事情 你要等到修法 我觉得我看没了 哈 面本部有代表来啦 但是我不晓得 因为那个是应该是 应该不是修法的问题 我刚刚是讲说 如果我们很确定的三十年 移到我们档案局的时候 他就要让他视为解密的话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强化他 不过因为条文里面 原来有个除外的 就是说 如果那个保密的义务 有法规的依据 其实是应该要法律的依据啦 否则的话 真的讲不能够去排除 应该还是要自动解密才对 这边是法规 我的感觉是这样子啦 这个主委 这个国家会当然 是机关 但是也是行政院重要的幕僚啦 那应该是要提出来 要求行政院必须要检讨 修管理手册 是啊 所以我为什么说 这个三天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为什么要等到我们修法 也就是说你们在 如果我们刚才所讲的 说公务员错误以后 那就是把文租管理手册认得更明确 定得更明确 这个我想是不难啦 应该是不难嘛 对不对 所以他一定是订定的这个时候 留下一个漏洞 然后 大家就去引用那个部分 来对抗法律的规定 所以能不能告诉我们说 你们能不能回去反应 您刚刚说院本部有来 是不是 院本部 这个 是行政院是 我看 没有耶 那是善无有来 行政院没有来 好那个委员我回去 你们回去反应我好不好 我负责回去反应 好请邮委员之后请林委员 我最想要请教的就是 你们所谓的其他 就是现在会有密等的 除了国家机密保护法以外 还有什么样的法律 会有说它可以超过30年 又再加密等的 除了你们这个什么文书管理规则以外 因为文书管理规则里面 你们也是讲是说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 其施行细则 其他法规外 一本手册办理 那其他法规是指什么 依照我们目前在机密档案的 因为我们有一个管理办法 我们对于机密档案的定义 它就分成四级 就是绝对机密 级机密 机密跟密 那前面这个三等 就是属于国家机密保护法的 规范的范围 那最后这个密等的部分 是属于一般公务密 就是属于文书处理手册 所规范的范围 所以我们目前大概 在密等赋语上面 是依照一个是法律 一个是行政规则的方式来做界定 请您委员 其实 就是各个公务机关 他为了他的资讯 不要被人家看到 他的怪招很多 调查局 我们一开始问他的时候 他的确是回答我说 是照文书处理手册 他后来回文给我的时候 他就不敢这样写 因为我直接就说 这个是行政规定 你凭什么凌驾法律 他就写 他是依照政府资讯公开法 的第十八条 事实上 我想在座各位可以查一下 政府资讯公开法的意思是说 都要公开 但是第十八条 他里面有强烈 因为哪一些 这个特别的法律上的规定 跟需要 所以他这一些可以不公开 例如说采购的原因 例如说著作权等等 所以他回我的时候 他也没有写 他是依照第十八条 哪一个 没有 他就是 他知道说 他现在讲行政命令 讲不过去 他就故意讲另外一个 其实是要叫他公开的 但他讲里面的这个诞书 来说他是依照那诞书 也不讲他诞书里面第几条 另外还有一种 常常拿来规避的 就是他会自己跟原机关 讲好一个约定 例如说有很多的 已经解密的上面 还加注说 本券经外交部同意 概括解密 为调阅应用 需含请外交部审查 所以他已经解密了 结果我们今天要去看 这个真相的时候 他上面因为加注说 他还要再去文问本来的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又用搞这种的话 上面写的是解密 我今天要看调查局这个资料 然后他最后还说 他要发文去问调查局 他再回说 这个不能给人家看 那这不是假讲 所以有很多这些 我是建议 如果我们要通通把它 汇整在第七条 可以 但可不可以 我们稍微实物上去 包括说转型正义的这些老师们 然后再看找档案的这些老师们 在这个应该说 在公布真相上面 遇到的困难 我们稍微把这些 遇到的实物面的一些困难 收集进来 然后来看一起整理到 院版的这第七条里面 怎么样去避免这些公务机关 去用各种怪 奇怪的方法来规避 真相的这个公布 谢谢 然后这个主委 我看了这个 行政界的文书处理手册 其实定的没有问题 对不对 因为他开宗明义 就是说文书保密里面 机密文书区分为国家机密文书 及一般公务机密文书 所以这边规范的是一般公务机密文书 但是公务员把国家机密文书 也把它当作一般公务机密文书 所以这个就是执行上的问题 我刚刚一再强调 其实是执行面的问题 其实我们可以重新再去 要求跟这个说明清楚就可以 这个主管是在行政院是哪一个 你当文明书长 这个是行政院的 综合业务处在负责 这个文书管理手册的修编 好 这个我们再来做要求了 那 那有委员 那个即使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的 那个规定的话 它其实第五条也有规定说 国家机密的核定 应与必要之最小范围内为之 而且国家机密呢 不得机与下列目的为之 第一个就是 为隐瞒违法或行政疏失 第二个为限制或妨碍事业的公平竞争 这比较没有 第三个是为掩饰特定之自然人 法人团体机关构之不明义行为 那第四个为拒绝或实验 提供应公开之政府资讯 所以呢 就说即使过了三十年的国家机密保护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 它还是应该要去检讨要解密 所以这个部分呢 也不能够说是 依照国家机密保护法 然后呢 原来三十年已经到 又把它盖了一个永久机密 太尴尬是这样子啦 它除非解密 否则你不知道它 是为什么把它保密啦 你说 不可以为了掩护什么特定的什么自然人啊 或者是违法行为 你不解密我怎么知道你里面是什么东西 所以 追究不到他们啦 好 这个只能一步一步来处理 这个如果 行政院提案的第七条 在第一第二项 就刚才主委所说明 倒数第二行 去明有保密义务之法律依据外 视为解除机密 对不对 不是法规是法律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修正 通过各位同学有没有意见 有意见 好 有意见我们就先保留 主席 我能不能再问一下 是请说 就是现在 已经移转的 机关 那他已经完成移转的机密的档案 他都列为公务密 那我不晓得就是 这里面包括总统府 国家安全会议内政部 好像还有这个乔委会 几乎每个单位都把它列为公务密啊 所以呢 如果说依照这样的话就变成 都要回到原来的机关 他同意你才能够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行政院 你必须要全部再去检查吧 因为他们移转过来都给你盖一个公务密啊 依照第二条的规范 依照这个 我就属于所谓 因为是行政规则 那个就会不符合第二项的规定 他就不符合 他就必须要解议 所以意思是他全部都失效 也就是调查局现在又有1900多件 如果他是法律的话 他如果根据 他要引用法律 他如果引用行政规则的话就不行 会变成这边是四维解除机密的状态 送到你们这边 那个也还是解除的就对了 对 就是我们目前收到 假若是机关是用文书手册 而且已经保密超过30年的这些政治档案 在我们目前调文的设计就是视为解除机密 所以就确认是 视同解除机密 第二个是不是我们行政院还是可以发函给所有的机关 就你送来之前不要再给我加30点 要不然你增加困扰 是没错 如果你视同解除机密 但是那上面盖着密 所以在这里是不是当要看的时候 还是需要有哪个机关同意 因此我们第三项有加一个 就是如果他解除机密之后 是由档案局把解除的意识去公告 然后负资源移转机关而已 好我们负资他说我公告了 然后呢我会做必要的解密措施 目前必要的解密措施 我们包括例如说在档案的封面上 还有我们国家档案资讯网的系统上 注明他什么时候解密 我们会做一些必要的处理 因为还有影像的问题 那因为一页一页去盖划山 很花时间 所以我们希望是可以透过资讯网的注记 或是在封面做这个划山 或是注记的方式 让他能够加速来处理 目前我们已经有模拟 如果条文通过的话 我们的作业程序会怎么走 好我们今天到 有点我先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的会议时间 我们今天到第十 林昌卓委员提案的 现在是第十 接下来是第十六条 对不对 到第十六条处理完 再休息 好 又委员 所以你们就是解除机密的话 就等于是对外公开了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 除非里面有限制的个人隐私的问题 就会回到第八九十的规定 好 好 林昌卓委员所提案第十六条 林昌卓委员要不要说明一下 其实就是在 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个 对 所以其实如果可以确定 就是说我们 第一个就是他现在送来的我们 其实都一样是解密了 就是他也不能用他本来的这个文书处理的 这个方式去 加注公务密 然后而且行政院也会积极的去让所有的其他单位知道说 接着你不要再做这种事情了的话 我觉得这样子我们的第十六条 其实也没有什么 也不用坚持 但他如果用国家机密保护法的话 所以你们就是无能为力 对不对 假设送过来 还有国家机密保护法 永久 不是来 他如果是 他用 譬如说 国安局的 那个例子好了 他现在他不肯移交给你们吗 对不对 永久保存的这个 这个国家机密 目前是暂不移转 但是目录我们有目录 对啦你们只有目录啦 对对 你有咳啦但是没来底啦 对啦 对啦 啊他如果就算他移转给你们 他用他还是核定为由 你有保存 你们也不能看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部分因为他是根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的核定的 所以那个部分 跟林委员这个 跟你这个十六条处理也没有关系嘛 对不对 好 林昌作委员提案第十六条 我们不许采纳 好我们今天会议到此为止 到一段落 现在休息 到一段落 那下 至于 我们下期见到一段落 我们下期见到这一段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